拆开保护套拿出一个一个竹编作品 这是竹艺家吴文淼 在云林县内不少的竹艺课上 常常看得到他的身影 跟着他学好几年的学生说明 自己学竹艺最主要一方面是复兴 他成长过程中经历过的农村文化 一方面是训练耐心 因为吴文淼在教学上相当有耐心 所以也影响到学生 吴文淼则解释 他本人是退休后才因为兴趣开始学竹艺 最早是向古坑张湖的老师傅 黄珠张老师学习 像手提包我最喜欢最实用 要不然就是花器 做队最久的差不多要一个月的 最主要老师他本身的修养非常的好 在教学当中都非常有耐心的教我们 因为我也是说有繁保概念 因为小型我也要打贴啦 我心想不想拌在面子 常常看的面子很漂亮 先看的油膏也很漂亮 就想要耳朵 然后再看着黄组长老师 说要出来教 那这种温期有十一年了 吴文淼说明跟黄组长学完 经由介绍他要去拜南投陆谷 叶宝莲老师为师想学更加精致的编织手艺 但因为叶宝莲老师的请托 才开启他投入主义教学的生涯 现在他累积交过的社区遍及云林各地 学习的过程中吴文淼也曾经参加比赛 他介绍其中一幅得奖的竹编国副相 主要是做来推广竹子是环保材料的观念 他现在传承竹艺也推广竹材 为了除了文化传承还有环境保护 我说这就是要反驳就是要革命 要把地球翻转过来 不然还在产生一些废弃物 尽量我们都用我们的竹子发过的东西 所以说只要用竹子来变国富 台湾的竹艺文化从很早的年代 就有人用竹编做篮子或者是斗笠 竹器在工业化的年代 也曾经是台湾外销的重要产品 文鸟不舍传统的竹制品 有很多手艺已经失传 他希望透过推广能将这个工艺 继续传承下去 这种文学院现采访报导